你好 欢迎收看6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首先带来关心花莲的疫情记者会 24号已经连续第六天零确诊 县长徐正伟表示 感谢在这近两个月的时间以来 小米能够配合防疫工作 才能让花莲持续零确诊 并为目前正在隔离的民众祈福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恢复身体健康 已经连续第六天零确诊的花莲 但令人遗憾的是 今日又有一名60岁男性确诊个案死亡 县政府另外一方面 除了是感谢乡亲的配合防疫 才能够让花莲持续的零确诊 县长许正伟也特别为隔离者祈福 希望他们能够尽早恢复身体的健康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卫生局 我们所有的疫调人员 也谢谢环保局 他在之后的消亲 更谢谢观光旅游处 在准备防疫旅馆的数量是够多的 而且前瞻部署 这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家的努力配合 当然我要谢谢确诊者 因为在我们疫调的时候 其实也是他心情最慌张的时候 而我们珍惜时间 所以需要这个确诊者非常详实 而且配合 我也要谢谢被匡列者 能够配合花莲县县政府 每一位都能够到防疫旅馆 来接受居家隔离 而跟家人分别分离了14天 县长也说相关活动的停办 是因为疫情严重的关系 而不得不做的决定 但是花莲县县政府在基础建设上 向中央争取了1亿元左右的建设经费 在防疫的部分 跟盛宏集团所签的NOU 也以地建给中央卫福部 就是希望能够尽快购买到疫苗 让花莲乡亲能够施打疫苗 才能够让大家一同免疫 让百公百业恢复生机 现在的疫苗是远远不足于全国的人口数 而中央地方企业 大家可以共同来合作 我想是让我们人民远离水火 生命攸关 真的希望中央政府也可以授权给慈激 也可以授权给宏盛 花莲县政府 我们来共同一起来买疫苗 我有得到政府的授权 才可以再往下的谈下去 我想这是中央政府最清楚的 因为还有一些免责的问题 都需要中央政府的授权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我们再看这期间 是我们的地道